5月13日,据韩媒报道,韩国艺人尹才雄,一名坠,应被发现在家中离奇身亡,年仅38岁,据称,尹才雄已经失联了一段时间了,经纪公司随后报警,警方上门后,却只找到了尹才雄的尸体,现场没有发现遗书,也没有他杀痕迹,尹才雄死因沉迷,警方目前仍在调查,网友们都被震惊到了,纷纷留言, 网友表示,这也太突然了,尹才雄事发前俩月还活跃于荧幕,组合的成绩也一直很好,事发突然毫无征兆,真是可惜,据悉,尹才雄是乐团MC,MX的成员,在团内担任被厮守和小提琴手,曾和组合一起发布过Love is Time Sixtens等多张热门专辑,是韩国的姻缘大户,才华备受认可,韩国近日有多位艺人去世,比如老牌演员李志恩,他曾参演金红鹅金红鹅, 和感觉等经典作品,拿到过青龙奖和大中奖等重量级奖项,然而,他却在3月8日,被发现在家中去世,周年52岁,今年1月25日的时候,小花松又婷也被曝,在两日前自杀身亡,年仅26岁,他曾参演学校2017等热门作品,外表精致美丽的他,原本前途大好,让人惋惜, 目前,尹才雄的去世仍在调查中,希望他能一路走好,并和其他去世的艺人一样,在天上继续自己热爱的音乐事业吧